在2月14号,一架俄序直升机在叙利亚阿勒坡突遭防空导弹命中坠毁 叙利亚阿勒坡短72小时已经连续击落两架机伤一架俄序直升机 直升机是叙利亚联军的主要打击武器 从米8、米17直升机都可以挂在汽油桶炸弹进行空袭 米24和米35炮艇直升机更是可以使用火箭弹、机关炮和炸弹攻击目标 叙利亚新闻社表示,一架米8直升机是在攻击续叛军目标乌鲁姆库布拉镇附近被击落 这座城镇由土耳其支持的续叛军控制 在一般情况下,叙利亚叛军对空射机就只有部机枪、防空导弹极为罕见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因此,叙利亚联军直升机可以毫无顾虑地在战场上飞行 在低空瞄准目标投掷汽油桶炸弹攻击目标 在这一天,续额联军同样出动大批直升机在阿勒坡北部战场突袭续叛军目标,为地面部队打开缺口 但是近期,土耳其军队突然参战,同时交给了续叛军一批便携式防空导弹 导致三天战斗,三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就三发三中 导致一架米8、一架米17和一架米35直升机变成火球坠毁或负伤 至少7名机组人员坠机被烧成焦炭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土耳其士兵在操作防空系统 因为续叛军本身基本没有防空导弹,也没有接受过防空战训练 便携式防空导弹发射,需要掌握完成,截获,启动电池,瞄准跟踪,解锁,发射等一系列操作 进行导弹发射程序训练,并结合发射状态,时机等 根据实际弹道方程,解算弹道轨迹 还要有非常详细的战术计划,针对不同型号飞机,不同飞行路径,不同飞机航速和战术动作 如俯冲,爬升,加速等等进行针对性打击 是需要使用仿真训练系统进行短时间训练的 要收集各类战机的详细参数,建立目标和飞行轨迹模型 把系统软件分为场景,气候,目标,判定等多个子系统 营造逼真的战场环境,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 而且,在实战当中,单兵还需要面对迎面射击 尾追射击和行径间射击,高速飞行目标等高难度情况 还有恶劣天气,地面地雾和空中机云反射红外信号强烈等复杂条件 更不用说对方飞机还会释放电子干扰 在这种情况下,72小时连续三发三众 这绝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土耳其特种兵和毒刺师单兵防空导弹的参战 让叙利亚战争变得更加残酷 在阿富汗战争时期,美国提供给阿富汗游击队 900到1200枚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 据统计,在整个阿富汗战争中 阿富汗游击队共发射了340枚毒刺导弹 命中目标269个 旭叛军已经拥有了一支专业防空导弹部队 这对于旭额联军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旭叛军善于伏击战,袭击战和敌后渗透战 如果不能利用直升机和战机在空中对其进行遏制 那么未来叙利亚地面战将会更加残酷 感谢观看